老花姨每天一答回答一下测宝的眼上问题 第一个测宝说 老花姨这个发材树怎么捡都这么高了 那你高了的话就捡得矮一点就行了 没必要捡的一个叶不留 你可以适当的就从下面往上三分之一的位置 或者一半一下就三分之一大概的位置 你捡短了就行 该给肥料给肥料养得这么好 其实植物呢长得越好的时候 咱们应该越去帮它长得更好 就是可以适当的来点肥料 明白了吗 可以捡短但是别捡凸了 捡凸了也不好看 对不对 下个臭宝 垂丝茉莉叶子卷区 温度不够 明白吗臭宝 就是我们现在温度不够了也会那个样子 如果说到了明年春天温度回暖了 它还是这么卷的话 你就可以给剪掉让它重新长 明白了吗 适当的给一些反肥水 或者是你家里边有发酵的粪肥之类的 可以适当的用点肥料了 别用太多就行 OK吗 长得还是蛮不错的 垂丝茉莉洗光 但是害怕强光的曝晒 再适当的给一点点光照 好吗 给一点点肥料那种 下个臭宝说 茶花椅子一个月 叶子蔫了 花苞打不开了 这来那来的 我跟华尔美说过茶花的养护 晚上的时候用袋子给它套起来 白天的时候打开 你晚上的时候你套之前 你可以在叶子背面稍微喷一喷水 保保湿 因为空气湿度不够的时候 它花苞总是打不开 明白了吗 等这个事就行 白天正常晒太阳 你这个就是过分干 所以说那就不挖晒了 下个臭宝 我的这个咋办 水培的竹子 你不论是什么富贵竹 如果还是这种龙竹 你这时间长了 它就缺营养 就是这种叶子新长出来的 那种黄黄的 白白的不是那么绿 这叫红化病 因为水里面的营养毕竟有限 所以说一直跟华人说 水里边要加营养液 明白了吗 有话说 现在我想给它恢复如初 你可以考虑低栽 然后呢 上面的叶子是肯定要剪的 明白了吗 下面你可以留上 三两对的叶片 上面全部给它剪掉 你可以低栽 也可以往水里面夹一些个叶狼 就是水培的那些个营养液 明白了吗 下个粥饱 咋回事 你知道吧 白粉病啊 多肉的 多肉这个东西 没有光照 就尽量别玩了 大部分的多肉 就是我知道的 大部分多肉 都是喜欢光照 明白了吗 你这个也是缺光 水大通红杀 就这样得白粉病 还得用药呢 明白了吗 其实多肉略干一点 就是摸一摸盆土 不干你就先别浇 略干一点会长得更好 因为它原生条件的话 水就不多 水一多就烂 化水 明白了吗 白粉病 用药 小黄二号就可以 好了 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七展一 白了吃饱 嗨 嘿嘿 嘿嘿